是有多少弯来的 有700多个才长弯 700多个弯 就一直在拐弯 上山之后才发现 每一个弯都是类似要掉头的那种弯 拐来拐去 怪不得要设一个那种呕吐的站 走过762大弯 到一个很轻松很chill的小镇 叫Pi Welcome to Pi 上一集我们还在Mont Jam 露营 本来打算在山上带两个晚上 我们没有带足够的衣服 所以带了一个晚上之后 就觉得应该不下次再来过吧 Mont Jam 山下就是明邻区 这里有很多别墅 自家屋出租 各种价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红 我是Pi 我们昨天下山是比较晚了 所以我们在公路旁边 临时找了一家旅馆来住 现在我们就要开车出发 去下一个目的地了 我们住的是公路旁的一个度假村 有干净的房间 还有游泳池 费用也不到200元 从梅林开车到Pi 中间我们会停靠五个点 只有短短的96公里 由于太多山路 需要两个多小时才可以到 对 今天算是我们正式开始 梅宏顺环线的第一天 科普一家梅宏顺大环线 在泰国北部藏着一条 全球文明的自家路线 通常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在青睐 无论逆时针或者是顺时针 走都可以 当中的丸岛特别多 公路周边的景点 还有人文风景都非常赞 是自家和电单车爱好者的朝圣路线 这次我们会逆时针走 从青麦出发 主要停靠 Pi 梅宏顺 夜沙凉 再回到青麦 期间会加油 Mong Jam 太爱春 还有樱塔龙国家公园 计划里数850公里 我们将会拐过762道弯 到了一个很轻松的小镇 叫Pi 这条路线同时也吸引了很多的摩托车爱好者 背包客 又有沿途 除了有不同景点以外 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咖啡厅 是的 太北盛厂咖啡豆 我们往前开 就有一家很特别的咖啡厅 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会很有兴趣 嗯 这家咖啡厅好特别哦 它是由一架退役的飞机改造而成的 然后从那里可以直接上去到里面喝咖啡 经常费就是120泰铢咖啰 我们现在来得比较早 它还没开 就是还有很多拍照的地方 你看有两架搭起来的飞机 飞机肚子底下也有一些座位 可以在那里拍照很特别的角度 那边还有一栋整个翻过来的房子 然后房子上面还有一辆车 如果是从清卖开过来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在这里 停个去个厕所喝杯咖啡 有摩托车的吗 有摩托车的吗 哇这段路真的要打神真神来开哦 周围都有很多那个住宅的 然后有很多人是开摩托车的居民 也有很多就是游客开着摩托车 风景很美 非常有趣这条路 因为是非常多弯 所以只开起来是抖手真神 就很有意思 前面好像还有一个可以专门呕吐的站点 因为太多弯了 然后也没什么的车 还好我们早出门 有人吗 哈喽 咦 好像店主不在哦 听说这家店的炸鸡很好吃 可能太早了吧 里面店主都不在 清卖超级短的时候 那这些地方就有 太极有声音了 清卖都还没几包对吧 对 前面就是那个 特别的咖啡厅 我们进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来的 到底是有多特别 本来以为不需要吃早餐的 但是开着开着有点饿了 这里有一家就是女主题的咖啡厅 我们进去里面吃个早餐 这里的这些贴纸都是游客他们自己做好 可以随便让你贴 他们都是那种骑摩托车的人来的 看来下一期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弄一个贴纸吧 这家咖啡厅坐落在去拍的逼近记录之下 独特的造型很难让人错过 厕所超级简陋 但是非常干净 在这里每一天都是万圣节 每天的温差都好大 嗯 好 好 有个Maka 有个Ice Maka 这是酒吧 看那里的麻衣 你看 感叹老太人了 在骑自身车 很厉害啊 骑自身车上去 太厉害了 吃完早餐了 有力量了 我们呢 就是继续开去下一个那个view point 去看风景的 然后这里只有三公里 但是有超级无敌多弯在前面 一直都是这样子 你看 天啊 前面就是了 一直拐弯 弯的弯的 不要很专心 哇 你看都是弯天啊 而且非常有趣 拐弯都拐得头晕了 但是沿途有不同的观景台 可以停下来放松一下 这就是围栏当国家公园了 但是呢 外国人呢 经常飞食三百泰铢 然后我们本来就打算进去里面 看个五分钟 看个观景台而已 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附近的景点都开启在加价 从一百加到两三百泰铢 所以不是很必要的景点 我们就选择离开了 我们现在的高度在海拔 在一千三百 耳朵有点堵住的感觉 走到这七百六十二导弯 我觉得路况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车也不多 一路美景 走起来也算很顺利 其实这只是 梅宏顺大环线的一个开始 整条环线一共有 四千零八十八导弯 不知道下一个转角 我们会遇到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河 就是Pie River 过了这条河 我们就正式到达Pie了 一个坐落在山谷之中的休闲小镇 介绍的几天会带大家一起去 体验一下Pie 记得关注我们的WorldChimp 我是Peddy 我是小红 我们下个视频见 Bye 怎么感觉好像有人看着我 没有啊 哪里有人看着我 下一集 带大家开箱Pie的酒店 逛逛Pie的夜市 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收看